訓練狗的軌距 Good boy 我們今天就在這邊上課 好 先讓我們晃一晃好了 在這邊自由地走一走 突然有一種帶孩子去向早教班的感覺 對 個性都不得了 打滾 太好玩了這個 好嗨 等一下我們來佈置秀文的場地 所以秀文的那個功能 其實就是要讓他們的 啟發他們的那個 因為我們都知道狗狗是 很善用鼻子的 對 可是因為狗狗跟我們住在一起 他們用鼻子的機會太少了 那我們常常會給狗狗的遊戲方式 可能是不符合他們天性的 譬如說丟球 然後或者是玩飛盤 可是他可能就會因為這樣的遊戲 然後他的大腦產生一些變化 讓他很容易很躁動 對然後他可能就是無法安靜下來 那找零食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很符合狗狗的天性 因為我們看流浪狗 他平常都是在找東西啊 在散步啊 那我們把狗狗先帶離這邊 好 來我們兩個來一下 我們把蓮子拉起來 OK好 好 這個很透他們還是看得到 這麼厲害了嗎是不是 對 好 那我們等一下往那邊 往那邊不是 好 這個你們家有你記得嗎 對我記得 對然後我準備很多不同的 我把它放到地上 好 然後等一下佈置完之後啊 你們就把零食藏一藏 那我們先 先放地方再 就直接塞進去 不過一點點 對你就一放幾顆 那個裡面小東西拿出來 你可以把它塞在它的那個 就 對 對 姐姐在等 姐姐等不及了 對啊 好我們動作快一點 好等一下 Snow 快好了 好他們等不及了 我們趕快結束 好 好 那我們先讓他們出來紋囉 好 他們 好 把他們 胸肌打開 要公平 對 你看弟弟 很會 非常會 因為我放很多啊 他們很餓 姐姐非常的積極 有 非常棒 很好喔 很好 很好 好